明天就是除夕了 很多家庭开始忙着除旧不新 而在市府的人事上也有新变动 赶在农历年前 凤山区举办新卸任区长就职及交接典礼 未来原凤山区长王家东将转任民政局主任秘书一职 而在警界有丰富资历的凤山分局长刘胜源 将接任凤山区长的职位 交接典礼上参与的地方名代众多 场面十分盛大 赶在农历年前 凤山区公所举办新卸任区长就职及交接典礼 现场来了许多名义代表 以及各区区长地方里长 但现场最吸睛的是多了一群身穿制服的警界代表 原来他们都是为了给新上任的凤山区长 刘胜源分局长祝贺 我们刘分局长在凤山区 他协助我们去解决了很多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问题 所以我想以他完整的行政历练 能够到我们凤山区来服务我们所有的里长 服务我们所有的市民 那跟我们议员对于我们推动区政有一个很好的配合 所以我想在这个过程里面也非常感谢刚好这个时间点 他可以来接任区长 民政局长曾滋文表示 凤山区是目前高雄人口最多的行政区 区公所的业务及复杂度也具挑战性 相信新就任的刘区长将可以带着以往的经验 带领区公所一起成长 我跟各位保证我一定会秉承我们家中兄的这种服务的精神 继续为大家来服务 尤其对我们区民来服务 我的电话24小时开机 绝对不会关机的 我做分局长收工24小时开机 这两任不管在岗山 尤其岗县市合并 接续到凤山来 实际上对我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跟学习 那我在这个地方真的要非常谢谢市长局长 给予我这样的一个机会 我觉得在这三年 又大概三个月的这样的区长的一个任期 我真的学习到非常多 以前在文官的一个学习过程里面 所没学习到的 而原高雄区长王家东也将转任民政局主任秘书 前后担任过岗山凤山区长的王主秘 未来也期许自己可以成为民政局 与新闻媒体联络的得力助手 港东新闻黄子线周府庆 采访报道